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海南的海口 讲到火锅这个美食 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特色 比如说川鱼地区的麻辣火锅 内蒙还有北京的红锅涮肉 广东地区的打边炉 讲到海南岛的火锅 最有代表性的是啥呢 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椰子鸡 你看海南椰子鸡很有名 但是对于海口人来讲 椰子鸡就放了第二名了 第一个一定是摘菜宝 这个摘菜宝是整个海南琼北地区 就是以海口为中心吃的一个美食 这个摘菜宝为啥说这么重要呢 因为是家家户户都要吃 而且是大年初一 但是虽然很重要 在整个海南来讲 这个摘菜宝是非常非常小众 具体啥味道 为啥这么小众呢 走着 咱坐下 边吃边聊 我现在来到一家老店是过岗摘菜馆 在当地也很有名 走 咱尝尝 先点是吧 先点 喝酒吧 在这点是吧 喜欢吃什么的点 喜欢吃什么 它这个价位都在这写着的 有80的 90的这些肉 各种各样的素材 这个给我来半斤 牛肚 这个是牛肚 这个是猪粉肠还是牛肚 牛肚是这个 那给我来猪的吧 这个也来半斤 然后羊肉有吧 羊肉是骨香羊 这个是啥 牛肉是吗 这个是肥牛 这个是小网牛 我来个肥牛 都要半斤 都要半斤 你像那些素材啥的朋友 在锅里头 咱们一样吃的 酱油 一起吃 酱油 我来个肥牛 都要什么 咱们吃 咱们吃 那些 也 有点 有点 一点 咖啡 这个还是小包是吧 对 小包都这么大 还有两个人靠这边是吧 就靠我这就行了 这要煮多久 20分钟再开 我先偷瞄眼 这时候这配菜是真多 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 吃大排档是最舒服的 坐在这吹着西北风 不是 这不是陕西 吹着海风 这个海风里头夹杂着一种味道 我每次来海都有这种感觉 在路上走着走着 突然就闻见一股 类似于海鲜 有点甜甜 但是有点酱油的香味 到现在也不知道啥味 可能是千家万货 佐料的这种味道 特别舒服 这个美食的名字叫做摘菜堡 一听摘菜就是素的 为啥点的一桌子全是肉呢 一会听阿星给你们慢慢讲 我先说一下我点了哪些肉 猪粉糖 牛肚 猪肚 牛肉 这个就是主食了 海南粉 上回吃了海南粉觉得非常好吃 再点一份吃个够 这个就是炸豆皮 咱等这个锅开 这时候咱调点蘸碟 这个人叫问碟 这个问可不是牙问三母鸡那个问 这个问就是蘸碟的意思 咱们不知道是啥 反正就是问碟就是蘸碟 在海南吃东西是吃鸡有吃鸡的问碟 吃鸭有吃鸭的问碟 吃鹅还不一样 每一种调法也不一样 每个人也是因人而异 你想吃啥自己加 很有讲究 咱先来点石锦酱 石锦酱里头各种酱料 这个石锦酱和橘子是比较配的 对 这个是比较配 有些人口味上中的就加点蒜泥多一点 加点辣椒 加点酱油 那我就调两个 调两个 来点蒜泥是吧 对 牛羊肉就加橘子配进去 再来点青橘 那个酱料是我们老板自个调的 这个事情叫做 这里头主要是啥东西 花生酱 芝麻酱都没有 没有 我们是配的芝麻 看起来有点香 芝麻已经炒好了 再加到里头 还有加上一些蒜泥 一些香油 香油 对 所以配起来味道不夭好 你在别家可能吃不到这个味道 这个不错 这个是标配 它配橘子就是标配 好 来 行 慢慢吃 大姐很热情 说完推着大桌子就走了 再调一个就来点蒜泥 生抽 来点辣椒酱 能吃辣可以多来一点 老陈醋咱就不用了 因为在海南这里 这个青橘就代替醋的作用 而且 我一说青橘 嘴里头开始生津 这个特别酸 天然的那种酸味 再来一个 好了 OK 这会咱来得有点晚 我看人都开始收拾了 搅一搅 调一条 嘿 绝了 你看老是这句 没啥意思 换点心的 来 再尝尝这个 它这个石锦酱特别酸 有一股那种 它本身这个酱就酸 对于我的口味来讲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只有海口的地区吃这个摘菜堡 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吃 摘菜堡是净神的 寓意是吃完摘菜堡 就是消灾避难 大年30这天你可以杀鸡 载羊 准备很多素菜 用这些素菜去净神 到了初一的时候 就不能够动刀了 也不能够杀鸡 也不能够载羊 整个初一这一天全部是吃素的 吃的这个素菜哪来的呢 就是净神的那些各种干的菜 最少的可以有9种 最多的讲究的就十几种 家里头做就是先把这个菜炒完 炒完以后一股脑放到这个堡里头 这一天只能吃摘菜堡 只能吃素 一点荤都不能 像蒜和姜也不行 为啥呢 因为佛教里头 这也属于是荤形的 大年初一吃摘菜堡 就好比于咱们吃饺子 有的地方是大年初一 不能倒垃圾 不能扫地 不能洗衣服 这种讲究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讲究在整个海南岛 只有海口有 其他地方都没有 所以说有很多人来到海口以后 才发现 怎么都在这个岛上 海口人大年初一吃这个东西 吃素 大年初一这个节日非常重要 讲究颇多 首先我知道的是不能倒垃圾 不知道其他地区还有啥别的讲究 好像还有是 嫁出去的媳妇不能回家 看着 还有是不能上厕所 没有不能上厕所 为啥后来有了肉呢 你看有一句话说的好 是摘口不摘心 啥意思呢 就是我吃的是素菜 但我心里头还是想吃肉 是不是 其实大多数人也是这个样子 初一的时候就忍这么一天吃摘菜 心里头还是想吃肉 但是摘菜宝走向商业化 开店的话 你不可能保证每一个顾客来 都是素食主义者 都想吃菜 对吧 所以说这时候就衍生了这些肉 这些肉往里一趟 就有点火锅的形式了 摘口不摘心 咱今天吃的是不摘口也不摘心 啥都吃 20分钟到了 饱也好了 开盖 开吃 虽然全是素菜 但是这个颜值看着就非常棒 五颜六色的 这个是发菜 这个发菜可不是海发菜 发菜有两种 这个是土里头长的 山上长的这种 豆腐 腐竹 木耳 香菇 水芹菜 甜菜 粉丝 黄花菜等等 反正很多 总共是10种 这些菜很多也是有寓意的 因为毕竟是初一吃 是大过年的 比如说这个豆腐 这个豆腐你就不能用白色 必须要用金黄色的 这个金黄色你看起来像啥 金条 一看就金条 发菜 水芹菜是一节一节的 寓意是节节高升 你看 讲究的 这个发菜就一想就吃了 发 今天大发了 今天要发菜 粉丝就是细水长流 这里头还有甜菜 甜菜就是甜甜蜜蜜 量是真大 光这些素菜这一锅我感觉都够呛 还有这么多肉 今天这就不过了 好久没说这不过了 这才有盈 这一口下去 啥菜都有 腐竹 豆腐特别好吃 一筷子下去啥菜都有 你吃这些素菜 有点像我们陕西的菜 老散会三鲜 这里头有十种鲜 蘸点料 拿这个豆腐 你看我吃这个就是摘口不摘鲜 我吃的素菜老想着这些肉 各下一半 来点粉茶 厚实的牛肚 猪肚 都是那种大厚片 吃的口感最棒 来点牛肉 搅一搅 火开大 它海南粉是比较简易的 有些肉丝 花生 调料比较少 拌一拌 来一口 走你 这边的主食就是粉 像汤粉 干粉 就当陕西人吃面一样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来到这就是 吃粉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加点白蒜泥 现在来捞肉 各样来一点牛肉 牛肚 再来点猪肚 说是摘菜包 还是吃肉香 多蘸一点 多蘸一点 切的全是那种大块的 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吃起来咯吱咯吱的 有点嚼劲 有点韧性的 也能吃到猪味 猪有猪味 再来个粉肠 咱再换个十斤碟尝一尝 都是这种大片的厚牛肚 嗯 这个蘸碟我是吃不惯 它除了酸 还特别甜 感觉吃这个肉是甜甜的 不行 吃来吃去还是觉得牛肚最好吃 蘸着满满的酱料 肉吃完咱再来点汤 你看海南这边它也是烫碗 但是人家上来的时候已经给你烫过了 这是跟广东烫碗的区别 来的碗有一个好处 你看 立马包场 为了不影响人家打烊 咱赶紧吃吧 咱赶紧吃 正常点 今天终于吃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店 吃的是摘菜 结果吃了一肚子肉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有句话这么说的 叫本味海南 啥意思 海南人喜好吃食材的本味 跟广东地区有点像 无论是素菜还是肉菜 放在这个包里头 清水这么一煮 虽说是清水 但是就有点骨头汤这个味道 出来就直接吃 啥味都没有 全靠一个小小的问碟 不过话说回来 来到海南 你想吃这个摘菜宝 也就海口有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到海口 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美食 还是不错的 吃完之后 吹着海风 看一看椰子树 沿江走一走 或者沿在海边走一走都可以 心情实在是太好了 好 那就这样